这个烂尾楼是在18线的小县城 位于深西省某某市旗下的一个管辖的一个小县城 从外观上可以看到这栋这个小区的烂尾楼呢 就是相对于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状态 当你走进去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整个小区只有两栋楼 第一栋可以看到已经盖好了 但是位于一楼的位置还是属于很荒凉的状态 然后第二栋呢 我记得是五年前就是这个高度 截止到今天也还是这个高度 就是已经是七八年的时间 第二栋楼一直保持那个高度 没有再继续往上建 然后这个小区目前的施工状态呢 就是常年都有几个工人在磨洋工 就是如果小区的业主来催的话呢 可以看到是有工人施工的 也算是一个心理安慰 这个是我拍摄的周边的环境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区旁边的这个居民 也就是村民吧 村民的房子都已经很破了 这个是整栋楼第一栋楼后面的这个景色 可以看到已经荒凉了很久 从这些茂盛的植被就可以看出 哎 真的是好伤心 好心酸 这个一楼呢 是放资料的地方 这些都是一些门板 因为时隔很久 所以需要很多资料 专门整了一个资料室 那个建议的桌子就是接待业主的 每到周六日呢 来催进度的业主就比较多 会陆陆续续的来 这个情况呢 已经就是大家团结起来 已经反映了很久了 可是在这十年当中 依旧是现在这个现状 这些挡住的地方呢 有的是电梯 放电梯的地方 因为很深 所以会有门板挡一下 还有的就是看门的阿姨呀 大爷呀去住的一个地方 不知道从哪里引来的水 然后施工地是有电的 然后接上插座和接上盆水 就能简单的在这里凑合一下生活 因为得有人去看这些施工的这些物料 这个是第一栋楼内部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些工人也在里面居住 因为工人也都是流离失所的状态 就很多没有住处租房的话 也需要花钱 所以大家会弄一个简单的门板 可以就是白天施工 晚上可以借宿一下这种 但是条件还是挺艰苦的 这个就是我们房子的 在抹白之前呢 内部的这个形状 是用的是大砖加红砖的组合 然后一个户型跟另一个户型之间呢 会留一个通道 还没有完全把它们隔开 窗户门框已经放了 还没有放玻璃 距离后面这栋楼的距离 这个是很近哦 真的好近 感觉两户楼之间的户主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 双方在自己屋子里面在做什么 完全没有隐私可言 目前我们国内的一个状态就是 能够按时交房 就是幸运之中的幸运了 那今天就让大家来看看 不幸中的不幸 就是持续这么这么久的时间 从 10年之后买的房到现在20年 依旧没有住上 22年了 持续了这小十年的当中 光租房与 还有就是业余时间都来 就是去反映这种情况 这种心酸 这种心酸真的是难以言表 感觉如果有这些时间经历的话 去做一个 副业或者是做一个其他的事情 在这十年当中都会有一笔不小的收获 可惜这个朋友把所有的身家都压上了 可依旧还是得艰难的租房 而且租房的租金也在每年持续稳定的上涨 虽然这是一个18县的小县城 但是国家的政策是把学校都移到县城里 这一点就是作为农村的农民呢 我们也都可以理解 孩子在县城上学的话 各个方面呢 也都会更 就是对孩子而言 学习的环境也会更好一点 这样也不错 只是客观的就让县城的房价呀 租金呀都在不断的上涨 可以通过窗户外面看到整个小区的外部环境 边上都是一些村民 然后自建房 已经很破旧了 这间屋子真的是收拾的相当干净了 你实地来看的话 会发现这种收拾的很干净的房间 有可能是农民工就是住过的 然后已经没有一些 没有太多的工业垃圾什么的了 然后它这个格局就比较有点奇葩 这是一个长廊 然后是有一个窗户 这个长廊的就是宽度 可能一个单人床都勉强能放下吧 其实放下了之后的话 旁边也是没办法走人的 这个户型有一点奇怪 电梯的位置等于镶嵌在这个户型里面 一楼下面的植被 绿油有一片都不用绿化了 真的 望远望起全是绿植 这个是在这里看门的 就是爷爷奶奶们种的蔬菜 长势不错 七八年了 然后可以吃自己种的菜 夕阳又落下了 然后这位朋友依旧没有住到 他很多年以前买的这个房子里面 还是在颠沛流离的不断租房 好 好 摇赛